那個Fusion Table其實 唉...難受 我稍微再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是在台北龍頭 資訊室來商榜 然後我主要其實更早之前是在銀行 所以我接觸到了 Cobo 然後PL1 這都是很古老的 就是Main Friend的一些技術 那因為這沒辦法 工作需要所以就 就...就... 就學這些層次 那...後來在銀行 就是...也是做Wall Flow 這時候 然後加完就是現在工作再用 然後... 現在工作因為就是要負責把Main Friend 轉換 所以我就是... 還有Mail App的話 就是跟我們這個統計 也有一點關係 以上是比較... 覺得有自信的language 那...這是我E-Mail 然後會後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就來討論 然後...下一頁 所以這邊...因為我們這邊不是 Google的Technology User Google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講任何Google的API 也不會講... 那個程式方面 我們純粹就是講 整個Fusion Table的好處、壞處 然後... 再來它... 我利用Fusion Table來做一個... 台灣的法拍屋的地圖 那...為什麼要... 要做一個那個... 用Fusion Table來做一個法拍屋地圖 主要也是因為那個... Indiana... 那... 他今天剛好有來 我那時候就是認識他 也是在... Google... Google的那個... Technology User Group 認識的 然後... 他有做一個法拍屋的地圖 那那時候就有尋問他說 欸... 他的那個地圖... 可以... 可以做一個區域的選選 因為... 對我來講 我有時候認為說 欸... 某一些地段的... 法拍屋我覺得很重要 那... 那時候就是... 請教他能不能做出來 可能... 他有人比較忙 那我就... 想說... 那... 就自己來做一個好了 那我就去Study... 這個... 稍微幫他... 廣告一下 這是他... 他那時候做的 那這時候... 他還是用... Google Map 然後做出一個一些法拍屋 然後他有一些... 就... 配搜尋 那... 那Indiana... 他也靠這個... 那個... Edicense... 賺了多少錢 每個月都固定收入 好... 那我繼續回來齁 所以我後來就是... 因為... 對我們... 對... 當地產來講... 其實... 地點... 就是Location... 還是Location... 所以... 我會很... 在意... 即使... 即使你是說... 大同區... 對不對... 士林區... 可是問題是... 那個不是很清楚的一個分界 那你用區域的話... 你可能... 我特定... 某一個block... 他可能以後未來會都更 那如果今天... 法拍屋... 剛好就在這個block中間... 那你是不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資訊... 因為... 他說畢竟... 你... 法拍... 買下來... 馬上就可以參與... 所以... 為什麼會... 想要用... 就是... 想要一個區域圈選的... 然後來做... 做到... 做到那個... 可以... 通知我... 這個區域有法拍我... 那後來我就... study... Google Map... 的API... 那... V3... 那時候... 好像兩年前就出V3... 然後我發現... 後來發現... 他就有支援... 他有... 他... 他後來有增加一個... Fusion Table layer... 專門... Fusion Table用的一個 layer... 他這個... 如果你有寫過... Google Map的API... 就知道他也是一個 layer... 一個 layer... 墊上去... 好... 他就這邊有一個... Fusion Table layer... 的Test... 後來... 後來看到... 那我們就... 我就study一下嘛... 反正... 覺得... 欸... 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很快就可以轉換啦... 所以... 那... 再來... 我除了用... 就是... 真正做好... 其實是兩年前啦... 20... 2010年其實就做好了... 那做好之後... 再接... 接那個... 那個... Email Alert... 那可以發Email通知... 然後... 再... 放在我的形式裡... Email通知... Email他就會... 我就可以通知... 欸... 就這個... 像這個就是... 我感興趣的區域... 他... 他今天... 他通知我說... 欸... 這個... 你感興趣的區域裡面... 有這些... 然後... 然後... 那個... Diography的Dimension嘛... 然後... 那你用形式裡的話... 就算是... 時間的Dimension... 就是... 你用不同的維度去看一個資料... 所以像這個形式裡喔... 這個我就... 對我來講... 我比較... 對不對... 有興趣... 然後他直接就... 就可以... 你加了... 加了形式裡... 他馬上就... 對... 那馬上你也可以... 就直接這樣做... 這就不用解釋了... 好... 那... 所以後來又... 這些資料後來就是... 亂丟嘛... 丟... 丟Google啊... 丟... 後來又一個... 有開放一些... 各個縣市的形式裡... 把牌的形式裡... 所以... 這些都是... 可以... 就是... 以時間的Dimension來去看... 這個... 法派屋的資料... 所以... 像... 這個是有... 這個是... 這是... 台北縣... 新北市... 然後... 這個... 那這個都是... 在上面都open的... 就是... 都開放的... 那這個只是說... 這個... 這一個是我... 感興趣的區域... 他通知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Data吧... 真正就是... 現在... Mushin Table裡面的... 法派屋的Data... 就在這裡面... 它就是... 它其實跟... ECO一樣... 它這就是Data... 那這天... 每天都會更新... 它就是... 我寫一個... 他就是... 每天... 定... 定時... 然後去... 那個... 司法院的... 那個... 法派屋的公告... 然後就... 一起去更新... 然後這一個是... 現在這個... 法派屋的...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是... 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就從... 那時候... 2010年10月就開始的時候... 收到現在... 大概3萬多比... 3萬多比... 那其實這個比數有時候... 這就是一個... 就是後面會講到... 這個... Future Table這種... 類似Non-Sequel的一些缺點...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好... 這就是法派屋... 然後我們就去看... 就是... 然後這個就是整個... 法派屋... 現在... 全台灣的法派屋... 但會有遺漏... 因為你做... 地址轉換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地址... 他可能寫... 呃... 如付註或怎樣... 那你就沒辦法轉一個... 轉成一個金毀物... 那就沒辦法了... 或通商... 他有些... 好幾個案子... 好幾個案子... 然後想通商... 那點這個的話... 就會有出現... 藍色的... 這個呢... 就是... 過去的那個... 法派屋的... 那個... 價格... 得標價格... 好... 那我們... 那現在... 像現在... 我很care... 雙子星嘛... 對不對... 雙子星... 我希望雙子星... 欸... 以後得標啦... 那雙子星會不會... 那邊... 會有... 好的... 發展... 那我想說... 我先去卡位... 我看看... 雙子星那邊有沒有什麼... 好的標的... 對不對... 好... 這邊就是... 好... 這邊可能... 陳德路... 後車站... 好... 就是... 然後看看是不是歷史... 它就是照... 這照片都是從... 那個... 司法院那邊... 發射下來... 那我是存在... GAE裡面啦... 就是Google... APP Engine裡面... 因為... Fuchin Table它不能存図片... 它只能存... Link... 然後... 除... 除文字... 所以... 這個都是放在... GAE上面... 那... 好... 那我這樣看... 欸... 覺得這個不錯... 好像不錯... 那我再看看歷史資料... 欸... 剛好... 同一個地方有一個... 歷史資料... 剛好... 還有... 得標... 欸... 同一個... 同一個地址是不是... 好... 對... 同一個地址... 好...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一下... 說... 你要換算一下是不是... 划不划得來... 那你去投標是不是... 這個底價... 是不是合適... 好... 所以... 這是一個... 用Fuchin Table來做的一個應用啦... 那... 我現在就是... 再... Demo一下說... 然後... 整個洞區... 像這個是... 這個... 刑事裡... 就剛剛那個... 把所有的... 台北市的... 全部都... 丟到那個... 那個... Google的刑事裡... 所以... 就... 從... 2010年就有... OK... 所以... 牛性距... 你也可以用看地圖... 你可以... 從刑事裡這個擺眉圈去看資料... 那...相對的嘛... 你用手機... iPhone也可以啦... iPhone它那個... 那個... 形勢力也是... 可以連接到... 可是它現在... iPhone又... 換了... 換了... 換了地圖了... 就不能用階級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缺點... 就是... iPhone原本... 它可以用階級... 好... 那我區域宣選就是... 我用... 那個... Google的... 你自己有... Google帳號... 讓你登錄進去... 啊... 你有登錄之後... 它就會... 把你的... 所有的... 區域圈出來... 它的區域就是... 你的... 你自己去... 去畫的... 那... 我稍微... 這些其實就是... 我感興趣的... 都更的... 區域... 大概... 那時候花一點時間啦... 就是把台北市... 都更的一個區域... 都圈圈了啦... 所以... 好像應該有... 上百個啦... 對... 那我現在就是... 假設我今天對... 喔... 宋山機場好了... 有興趣... 那我就圈一起來... 好... 確定... 它就圈起來了... 那你... 這個... 你這個區域之後... 有... 有通知了... 沒有... 沒有... 那... 我... 我覺得... 不要按那個... 三... 一種... OK... 那... 這就是... 行事... 行事力通知嘛... 你剛剛如果點下去... 它就是說... 我問你... 你要不要... trust它嘛... 它之後... 它就可以access你的行事力... OK... 好... 那大概就是簡單的... 稍微介紹... 這個... 法拍文場... 法拍文場... 法拍文的一個... 功能... OK... OK... 好... 那到底... 什麼是Fushion Table... Fushion Table... 其實就是一個... 微博化的一個Excel... 那它有一個Data的一個... 功能... 它其實可以放資料... 那你可以用很多方式... 很多維度來看資料... 像... 它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資料分析... 那... 你可以開放給其他人... 其他人你可以... 如果你有... 就是... 開放它全新... 它甚至可以修改資料... 所以... 那... 它其實就是一個... NonSQL Table... 那... 你就把它看作... 它是一個... 可思化的... Visco的... 一個... 那... 也可以看作... 是一個... 可以做互動的... 一個... 就是... 算是... 它不是一個... 它... 不是DB... 它是一個... Table而已... 那... 所以它可以有... Raw... 它會... 它會... 就是會重複... 那我們再來看看... 就是現在... Fishing Table的一些... 比較... 我覺得不錯的應用... 這個是... 日本... 那時候... 311的時候... 那... 日本的... HONDA跟Google一起合作... 一個... 做一個... 那時候更對311的... 用Fishing Table來結合... 然後... 跟地圖... 然後做... 做一個那個... 用FSI的一個分析... 就是用FSI的一個顯示... 那現在資料就沒更新了... 因為... 就... 就這樣了... 因為... 已經... 已經發生很久了... 所以它是... 所以這樣的話... 像這種路徑... 其實到... 像我們... 我們有... 讀書位的朋友... 他要做公車的... 可以用... 就是你兼公車... 站牌的一些路徑的... 長度... 那些... 其實也可以用Fishing Table來... 寄資料... 那你用... Fishing Table... 你就用... 可能... 一些路徑... 然後長度... 來做一些... 公車路徑最佳話... 也是可以用到的... 再來就是... 喔... 這個是... 用Fishing Table來... 顯示... 全球的... 報業... 那... 也有... 台灣的... 我們台灣大概就... UDN嘛... Apple... Apple是那個啦... 蘋果... 蘋果... 然後還有... 自由... 自由食物... 對... 那這些... 就是... 就是... 就是用... 他是用... 地理的方面來... 去解釋這些... 報業的一些... 蘋果面選... 那你可以做... 篩選嘛... 但是哪一種... 西... 像我們是中文的... 對... 中文就有啦... 綠色的... 中文就只有綠色的... 中文大概都在這邊... OK... 所以這是... 顯示... 這個... 報紙的... 報色... 好... 這是... 蘋果日報... 然後... 這個是... 自由... 然後... 這個是... UPM... 好... 再來... 那... 這個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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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卷軸... 上古卷軸... 補的一個... 遊戲... 那... 他用... Fushion Table... 來去... 顯示一些... 他就是在加工... 他在疊他自己... 線上遊戲的... 圖層... 疊上去... 疊上去之後... 他在蓋一些資料... 那... 他的... Fushion Table的資料就是... 他就記錄...他可能... 我... 我不是... 我沒有玩過啦... 他是進入一些人... 可能... 他們一些種族啊... 然後... 那種族可能... 有一些... 他這個是... 他就用在做... 那... 像這個... 這實際上... 他... 圈出來的是剛剛... 顯示的那個圖片... 但是他跟我們的地... 現有的... 真實的地理... 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他就... 借用這個... 那個... Google Map的API... 然後來顯示... 所以... 像這個... 這個就是... KML... KML他是... 一種... 那個... 這個... KML... 是一種... XML... 然後要來顯示一些... 多邊形啊... 然後... 還有... 錄... 直線啊... 曲線啊... 那些都是... 像... 所以我們的區域拳選也是... 把... 剛剛拳出來的... 轉換成KML的一個格子 OK... 再來... 再來... 這個就是一個... 互動性的... 一個... 人口調查... 主要是... 根據... 根據... 德州吧... 德州的人口調查... 這個好像有得獎... 他就因為... 他可以... 他主要是... 好的... 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這邊可以去... 下面的... 下面的Event去... 吹... 上面的地圖的一些information 因為... 解析度比較小... 所以... 這邊都會改變... 他就是有統計人種啊... 看什麼... 白種人啊... 印定安人... 印定安人啊... 黃種人... 亞細的啊... 亞細... 白人...黑人... 那這是... 用Fushing Table來去... 做人口調查... 那再來... 這個就是... 去... 去... 顯示... 那個... 紐約... 紐約... 紐約市的那個... 一些工程的... 進度... 那... 之前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有那個... 雅屋有辦一些活動... 然後也有人類是用... 預算... 畫一個block... 但是他沒有... 例子他畫一個block... 也是監督我們政府說... 哪個預算... 用... 用比較多錢... 他用block的那個... 比例來顯示... 那這個是... 他就甚至用到... 地點... 你今天... 哪一些... 他那... 哪一些都還沒完工... 那哪一些可能... 有一些... 超過預算... 所以他這也是... 可能也是利用... 紐約市的一些... open data... 來去... 做出來的... 然後再來... 這就是... 海底電燃... 整個... 海底電燃的一個... 一個分布圖...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應用面大概... 大致上講不到這邊... 就是... 其實他可以應用蠻廣... 但是大部分都是用在... geography的這部分... 就是... 我們用... 他用... 地理資訊這個... dimension來去看資料... 因為他很方便... 那... 我們要怎麼... 去... 使用這個... 最簡單的就是... 你用... 文字檔... 上傳到... 直接上傳到... 他就可以用... 但是... 那個格式要... 要先... 定義清楚... 再來就是用程式... 你程式可以匯... 他... 後面就是有... 一個API的link... 那... 你就可以直接用... 程式去匯... 匯到... pushen table裡面... 那... 但是他有一些缺點... 因為... 他是... 因為他的... 他的資料是分散式的... 是... 所以... 可能會更新上... 他在做... index的部分... 更新上會有一點慢... 所以... 不是real time的... 就馬上更新... 這個有一點... 就是... 你到時候使用過... 就會發現有這種狀況... 那... 那... 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先... 經過一個RDB... 先做一個資料的... 一個... 正規化... 或是怎樣... 有可能像... 你... 不想要... 我不想要重複的資料... 那... 你... 我建議就是說... 你先通過RDB... 用Relation Database... 然後... 先處理一下... 然後再丟過去... 這樣可能會... 因為... 畢竟... 像... 大家可能也... 有概念說... 那... 所以... 大致上是可以這樣運用... 當然... 那... 你到... 你到... 你到了Fuchin Table之後... 你就可以看... 你要share出來... 跟別人交換資料... 或是當一個... 中介的... Data Wealth... 或是... 對... 然後... 再來就是... 利用這個... 保害物的資料... 來去分析... 用它裡面的... 功能去做分析... 好... 像它有... 裡面就有一個功能... 就像這個... Network Graph... 對... 它這個就是... 馬上... 這是... 即時的資料... 就是... 我可以看... 我就針對... 台北... 縣市... 齁... 在... 就是... 區域... 來看說... 它這裏有一些權重... 權重的話就是... 它那個... 那個... 得標的金額... 所以它有發現... 可以... 欸... 台北市... 就大安區最貴啦... 那... 高雄市... 就... 那... 這些資料... 你還可以再... 分析... 我看... 分人權喔... 這個... 那... 這就是我那時候... 我現在... 那個保害物上面的資料... 那... 你就可以用分析... 分析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 用一個... 另一刻... 然後... 可以修得出來... 然後... 這個就是... OK 那... 再來就是這個... Skater... 那... Skater... 其實就是... 一個... 曲線而已啦... 那... 曲線它是什麼目的... 這是... 得標架跟... 就是... 底架跟... 得標架... 這邊是底架... 那... 這邊是得標架... 那... 這是什麼意義... 這一點... 還有這幾點... 就... 就有點奇怪... 為什麼... 它的... 得標的價格... 會超過底標... 超過那麼多... 照樣講... 這個是一個曲線... 照樣應該是... 貼近這個斜線... 這樣... 那這個就有意思... 這個... 可能... 後面就有一些... 不知名的原因... 到底... 為什麼... 他... 所以這條線還蠻值的啊... 對啊... 這是... 這是樣本啊... 這個就是那3萬多筆... 欸... 我不知道... 我忘記是... 欸... 我忘記是幾筆了... 但是我們就去看... 得標... 底架... 底架跟... 得標架... 這個... 照樣應該是... 線性啦... 但是... 這個超出太多... 這個... 可能就要... 它有它後面的... 理由啦... 但我們可能... 不是那麼瞭解... 我們只是就... 資料面來看... 對... 好...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可能... 我就收拾一段時間嘛... 台北市的... 那哪一些... 區域的得標... 就是... 成交的那個... 應該說... 把派物的量啊... 哪一個最多... 那房大安區最多... 那可能再來就... 中山區嘛... 對不對... 這只是... 看你要怎麼去解釋資料啦... 就是... 有這些功能... 那你要... 看你要從哪一個面... 來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 Map... 你用Map來看... 那這是另外一個... table... 那... 我就是稍微... 用它來... 展示一下... 它Map上面有一些... 可以... 就是... 它可以馬上就編輯... 馬上就有... 這些功能... 像這個是... 這就是... KML的一個檔案... 那... 那... 我馬上就可以看出來說... 就是有一些特定區域... 那你特定區域... 你有一些可能... 可以根據上面的一些資料... 然後再做... 變更... 做改變... 像... 像... 這個... 顏色... 好... 它的顏色... 都可以... 根據你... 某一個... 個人... 來去做改變... 像... 我這個... 我想要... 把它變成... 顏色... 可以... 所以... 可以... 我們分析... 都可以... 還沒變 重新設定一下 像它這裡面,你可以克制你自己的圖案的一些information 那我今天就是,剛剛那個是color的 color的那個欄位,那我變了 剛剛這邊白色 OK,好像要變黃色 所以它其實,你那些資訊其實都可以透過這邊的設定來去改變 那所以這就是KML的檔案,這些資料都是KML的一個方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很多面來去解釋資料 但是,我說實話,它的功能就是很低 就是蠻低階的啦 你只能說它是一個data analysis而已 你不能還沒到data mining的level 那也可能連machine learning都還通過